新季节时光季将在7月17号上线国际服 国服将在7月27号开启 本期简单叫一下新季节和带大家找下先祖光艺 新季节总共有4个先祖 3个光艺 14件服饰 1个乐谱和3个毕业礼 另外还有一个叫声 1个好友互动 2个表情动作 测评单出视频 大家可以先把价格图截屏一下 打开直到先祖列表 初始可以领取一个免费的相机 这个相机与整个季节息息相关 之后的5个季节任务 就是用它来拍摄各种景物 虽然列表可以直接传送到季节地图 但是个人建议第一次去最好走正统入口 位置在云野隐藏图会有另一种体验 时光季地图超级超级超级大 由草原 丘陵 溪流 河滩 瀑布 石窟 地窟 雪山等地貌 天色也会昼夜交替 时时变化 每12分钟一轮 之前出过游览视频 这里就不带大家逛了 总之孤狼玩家来的话 一定要带个充能道具 先介绍下先祖位置和无意拿先祖的方法 第一个先祖在季节直到旁边小山的另一侧 是可靠互联员先祖 运起来很简单 沿着破路往上爬就行 其中上破时 小屋一千万不要投铁 从前面往上爬 上不去的 变通一下 从右侧山脚可以轻松的上去 第二个先祖在地图左侧的石窟区域 不用担心迷路 看着很乱 实际就一条路 走到最里面 先祖就在中间大柱子的下方 是一鸟鱼这先祖 运起来也很简单 小无意只要注意 最后台阶需要从右边才能跳下去就行 第三个先祖在地图最前方左侧的雪山上 无意的话 注意参照我的路线 先跑到半山腰的尽头 这里有三朵小花 然后在墙上摆放道具 再利用道具跳到上一层 这里我用的是今年季人都能换的那个烧水壶 其实最好的是用周年庆活动的炫光灯球 可以像坐电梯一样直接上去 然后下一层 这个坡可以直接跳上去 最后的话 顺着这条斜着的缝 可以直接跳到山顶 我这里看着像是在走 但实际上是不停的在连点跳跃键 到了山顶往右边看 就能看到先祖了 这个先祖是苦行僧侣 最后一个先祖在地图中间水潭 右前方的洞里 无意可以从右边过河 这边有路 先祖是快乐地质学家 这个先祖无意可以直接运 不用讲 另外运先祖时最后到达的洞窟 正好是三个光翼其中之一的位置 另外这个洞窟同样可以从瀑布下方潜水进去 最后两个光翼大家可以顺着我的路线来找 其中一个在地图尽头最高的山顶上 孤狼想要上去 得从左边蹭云 一路飞到中间高处的云 再蹭右边的云 到了最右边就不要往前走了 有风墙过不去 从这里可以直接飞到光翼那里 四五亿就够了 下一个光翼在夜鸟渝者的石窟那儿 从这里直接往云河山的那个缝隙飞 往右拐进去 从山和云的夹缝能看到山的上边还有个洞 穿过洞往上看就看到最后一个光翼了 然后本期就到这了物品测评和任务攻略 请看河机里的其他视频 就这样我是老庞 感谢观看下个视频见